朋友你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今天是2022年5月28日 先来鸣谢 同时感谢一直以来鼓励我们的朋友们,谢谢你们 开始我们今天的内容 今天双方沿着交火线拉锯都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 但是交火呢却很猛烈 从地图上就能看出来啊,北断涅茨克的战斗在持续 波帕斯纳突出部呢也正在试图往边缘延伸 泽连斯基昨晚直播的时候对大家说 断巴斯的局势是非常的困难 他说正如预期的那样,断巴斯的局势非常困难 占领者试图在战争的第100天实现他们希望在2月24日之后头几天实现的目标 所以他们集中在断巴斯的最大火炮释放最大的储备 北断涅茨克的战斗非常激烈 卢干斯克州州长希尔盖海带是这么说的 他说,俄罗斯人正在无情的朝着居民去开火 北断涅茨克市民已经忘记了该是最后一次沉没至少半小时是什么时候 他说,正如翻新人士预测的那样 俄罗斯人将无法在未来几天内占领卢干斯克地区 我们将有足够的力量和资源来保卫自己 然而为了不被包围,我们可能不得不撤退 也确实如此 目前北断涅茨克和立常斯克之间的交通不太顺畅 有的桥已被炸断 有的在俄军火炮覆盖的范围内 所以为了避免被包围 很有可能在部队还能坚持的时候就不得不撤出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 在布帕斯纳,俄罗斯军队从四个方向正在试图往四周延伸 而最新的消息是 乌克兰军队在驱逐俄罗斯军队后 成功的反击并夺回了科米苏瓦哈站 这一进步使乌军距离布帕斯纳只有四英里 这可能会减轻附近受到攻击的城镇的一些压力 来慢方向,卫星照片显示 乌克兰共和国东部俄军装甲车队 渡过热力别界河开进刚被俄军占领的莱曼 关于最近48小时的交战状况 RSW美国战争研究所是这么总结 说再来慢的俄罗斯军队似乎正在分头行动 既向西南方向进攻以支持19母停滞部前的部队 又向东南方向进攻以推进塞福尔斯科 但根据俄罗斯过去的表现 他们很可能在未来的几天难以实现这两个目标 而布帕斯纳的俄罗斯军队似乎优先考虑向北推进 以支持对北断涅茨克的包围 而不是向西推进到巴赫木特 这里就有些奇怪 布帕斯纳突出部的南面和北面地形 更有利于俄军的进攻 但他们却向东北面的利昌斯科而去 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那就是俄军有胜力量的后勤能力依然有限 他们接受了之前摊子摊的太大的教训 估计这次的目标不准备设得太大 乌克兰军队撤出了紧靠俄军的莱马地区 俄罗斯军队是彻底控制了莱马 这是3月15日以来俄军少有的进攻推进 俄军的推进并不是准确的打击乌克兰的军队 而是让乌军顶不住损失而撤退 俄军的建攻方式就是炮火覆盖焦土战法 直接用炮火覆盖也就是不计损失 也只有侵略者才会这样打 而守军的目的就是为了守卫自己的家园不被破坏 是不可能采取这种打法的 这就是侵略者和守卫者的根本差别 也是俄乌两军的本质区别 所以说乌军在将来收复土地的时候将会更加的坚纳 目前北断的此刻激战中 俄军虽然地面不对不敢冒进 但毕竟是火炮数量太多 凭借着炮火的优势俄军保持着攻势 但少有地面推进 乌克兰守军目前是非常吃力 前线战场上仍然可以看作是消耗战 并不能说俄军推进拿下了一两个成战 俄军就反败为胜了 这只是拉锯战的一个回合而已 下一步也许就是乌军重新拿下其他的成战 总之呢 俄军现在已经开始启用陈锋60岁的老大爷 和陈锋60岁的T-62坦克 而乌军却在培训使用更先进的武器 两者之间的战斗力的差距越往后就会拉得越大 咱们来看一组战力 先来纠正一下今天第一个视频里的一个问题 据说第95空降突击旅的士兵用单兵防空导弹 击落了一架俄罗斯卡52直升机 但是呢 经过仔细观看视频 觉得尚不能确认这架卡52直升机就被击落了 所以还得等验证 乌克兰空军司令部称 5月27日约14点 乌军米格29战机 记录了一架俄军的苏-35 俄方的消息源呢 是先否认有苏-35被击落 不过一个小时后 又将27日形容为 俄军飞行员最糟糕的日子之一 要知道的是 这米格29是标准的三代机 而苏-35呢 则是四代机的改款 俗称四代半 按理说三代机是没有可能打赢四代机的 四代机的电子系统肯定是优于三代机 两款飞机在空中格斗 肯定是苏-35率先发现米格29 而结果呢 是苏-35被米格29击落 也许啊 是北约各国的雷达协同作战的效果 总之 俄军引以为傲的苏-35 一会儿被便携式防空导弹击落 一会儿在空中又被老式的战斗机击落 俄军的空中神话也就变成了空中笑话 而最大的笑话是呢 强国内局域网的一些所谓的军迷 也就是那些战狼五毛反区们 经常把苏-35这款四代机与五代机F-35做对比 其实啊 这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连F-22都比不过 能不能打赢F-16都是个问题 因为公认的米格-29可是打不赢F-16的 其实啊 在乌克兰 再先进的俄军作战飞机也得丢铁炸弹 俄军还真没有必要动用苏-35 把仓库里的那些苏-25攻击机 多找几架出来才是正经 如果还有的话 说到苏-25 关于驾驶苏-25被打死的俄军退役空军少将 之前呢 我们说BBC证实了他的死讯 这里是详细的情况 5月22日周日 乌军总参谋部宣布在卢干斯克地区上空 击落一架俄罗斯苏-25攻击机 报告称飞行员无暇弹射 伯塔舍负的前同事向BBC证实 这位退休的老将在乌克兰直飞苏-25 俄罗斯某电报频道的群友是这么议论的 说今天卡纳玛特斯拉波帕斯纳地区 8点25分第一次去扔NARS飞制导机载火箭 第二次扔炸弹时被毒刺击中 凌空爆炸 从3月初以来 俄罗斯军事登记和入办公室爱国组织和 私兵公司瓦格纳都在积极地搞活动 吸引人们去乌克兰 BBC根据公开的信息发现 至少有9名50岁以上的俄罗斯退伍军人 阵亡在乌克兰 其中退休空降兵少将瓦列里斯塔·蒂尔克 和伯塔舍夫一样已经60多岁了 今天乌克兰媒体说 在许多方面 断巴斯战役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炮兵之间的激烈对决 俄罗斯在这场战斗中具有明显的数量优势 显然我们看到乌军精锐炮兵给俄军造成巨大损失 但其实俄军的火箭炮也给乌军造成了巨大损失 特别是在摧毁牢固攻势和城市建筑方面 乌军有不错的反炮兵雷达 可俄军的动物园反炮兵雷达也不错 并且还是相控阵的 所以乌克兰希望获得远程火箭弹 就是系统用更远的射程达成不对称打击 从而降低乌军一线部队的伤亡 好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